移花接木的网络诈骗广告多不胜数 如今连卫生部前副部长李文才也中招 他的肖像遭人盗用 变成了补肾中医药品六位地黄丸的代言人 当事人怒斥这个假新闻太过分 根据李文才发布在脸书的广告截图 这是一则六位地黄丸的广告 而李文才在一场官方活动发言的照片 被修图成手里握着一罐六位地黄丸 广告还写着 男人四十不能虚 四十五年经验老中医 给男人强肝健胜的指南 李文才在脸书批评此举太过分 间接否认自己和这个补肾药品有关